好了,我們這次又來回這個圖了 上次我們就說到 在這裡打一條色,然後就會出一條直線出來 如果我們在這裡輸入了一條色 而在這個software畫出來 都是直線的話,我們就叫做 這些方程,這條啊,這條啊,就叫做直線方程 在這裡展示出來,這四條呢,其實都是直線方程 那呢,so far 如果我們所輸入的公式裡面,例如 X,7X,加5Y, 甚至可以加多一個維度,加多一個 即是Dimension,加多一個代數的符號 例如兩個Z,這樣吧 那你加多少個都可以的,那 so far,如果我們沒有次方這一點 即是沒有二次方啊,沒有四次方啊 沒有五次方啊,什麼都沒有 即是這些全部沒有了 那,只有一個英文字而已 那這些呢,就是 直線方程啊,因為它畫出來是直線 那我講沒有次方,當然 那我講沒有次方,當然 不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麼前面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未知數成過去的 即是你如果成了一個W下去 那麼這個成就變成WX 那就不是 這個是直線方程的 我要講的是,這裡每一個數呢 那麼它可能有一個 但是又不超過一個的未知數 那麼這些呢,就是直線方程了 那麼呢,講完之後呢 今次呢,就講新東西 那就叫做邪律喔 那麼邪律呢,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這條線有幾斜 那麼我們首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我們有直線和橫線 那麼我們就... 用橫線開始先吧 那麼邪律呢,怎樣... 我先講一下怎樣計算 怎樣計算呢 那麼就在這條直線上 任意抽兩點出來 那麼我們在這裏 隨便拔兩點出來吧 那麼這兩點它有座標的嘛 那麼大家現在應該比較熟 座標怎樣勾出來的 那麼我任意給一點 應該很容易勾到的座標出來 這一點呢,就是7和3 一點就是14和3 那麼很隨意的,任意兩點都可以的 那麼完之後呢 邪律呢 英文就是slope 那麼這條打橫的這條線的slope 那麼呢,有時候我們都會... 叫這個邪律呢 有時候會有一個英文叫m的 又或者這條線的slope 那麼我們遲些 我們遲些有可能會經常用這個m的 那麼不要緊啦 那麼現在先講這個 這個邪律呢 slope呢 就是... 你執任這一點出來才可以的 嗯... 例如... 這一點啊 我們要先用它的y座標 這一點的y座標 就是... 3吧 再減這一點的y座標 減3吧 然後隨意... 這一點的x座標 減這一點的x座標 14減3 是嗎? 就等於... 3減3是0 對不起,這個是7 14減7 14減7呢 那0除以什麼都是第1個0 那所以呢 這條打橫的這條線呢 它的斜率呢 就是0了 那... 在這條色 色我寫上面啦 這個斜率呢 m呢 是等於... 1點的y座標 我們叫y1 減2點的y座標 我們叫y2 除以x1 減x2 好啦 那至於 如果我們遇到這條直線的話呢 那怎麼辦呢 那條公式就在這裡啦 那我們有... 又是任意執兩點啦 那... 那... 這一點呢 就是... 4 4 和5 啦 這一點呢 就是... 4 和9 啦 那... 我們又來了 m等於 y1 減y2 over x1 減x2 那... 你任意執兩點都可以的 就是... 我這次選軟的點來做... 呃... 第一點啦 那就... y1 上次... 就是用這個 那我們這次可以用小一點 任意一點嘛 任意一點 我叫這一點做第一點都可以的 这点是点1,上面这点是点2,没问题 那我们有Y1是5 Y2就是9,5-9 X1是4,X2也是4 那这次上面是4,下面是0 那不妙了,除不了,或者除完之后会有无限带 那这个就是邪律了,无限带都可以当是邪律的,合理的 那我们拿过两个例子来做,那好像没什么意义 这个又是0,这个又是无限带,不知道它想怎样 那不要紧要,我们今次就再放两条线过来玩一下 那再写一次,这一条直线这一条呢 它的邪律是无限带 那这一条打横的这条线呢,它的邪律是0 OK了,那这次呢,有些斜线呢 就会好玩一些了 那我们又任意执两点啦,那需要任意呢 有时我们都会选一些比较容易读它的座标出来的那些点 就是它刚刚画到这些十字的这些位置 那没理由信笨的嘛,找自己笨 那要慢慢量它0点多,大多数都不会这样做的 那我们选了,刚刚它又还过整数的X座标和Y座标 那,开始拿过来啦 那,这一点 它的座标是 这一点的座标是 12 和9 这一点的座标呢 是6 和6 那所以呢,这个邪律呢 我们有m等于 9 减6 over 12 减6 所以呢,我们就有 3 over 6 也就是2分1 然后再看完这条线啦 这条线 又是选两点出来啦 又没有哪个美点 那这一点 刚刚画了这一点 那这一点的座标呢 那这一点的座标呢 是1 和6 这一点的座标呢 是4和2 那所以呢,邪律呢 就是 4 m等于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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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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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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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个方位走 那这个就是前进 那Y呢,很容易理解 它就是这座山的高度 邪律呢,你可以说 座山有多斜 也可以用常人理解的方法 就是 说你走 这座山的辛苦度 那如果 那座山越斜,你就越辛苦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那邪律 二分一呢 如果用数学少少的角度来说 就告诉你 你 向前走一格 你向前走一格 走这个 例如一世格 你向前走一世格 那你的高度呢 就向上 买向了二分之一 你看到这里的半格 或者我用这个大格来看 你向前走一格 那你呢,就 向上买向了二分之一 那你现在一格有这么高 一格里面有 四个小格 那这里向上买向了两个 那就是二分之一 那 那 如果 打横的这一条呢 就在说平地 那 无论你 向前走多少格都好 你的高度都没有改变高的 那所以呢,就M等于0了 这个就是 一条 横线的斜路了 那 至于 这个 这个 是负数的话呢 就在说 你向前 没错 你是向前走一格 嗯 是啊 你是这样向前走一格 那 但你其实上是在下山的 那 下山呢 一向就 容易些来说 我之前说 这个可以说是辛苦的 对不对 那你走平路很正常 如果平路这个来做基础 那上山 就难的 那 所以就变了正数 那 而下山呢 就很轻松了 对不对 那走一步你就不断下来了 那所以呢 这个 邪率呢 就是负数了 那 那 至于呢 这一条 直线呢 就就是说 你 基本上 不能向前 所以 我们不能算 因为你一开始 例如 我从二这里开始 打算走到五 那 发觉呢 走不了 因为 我起码要跨过这一道 那但是 这一条线呢 我们 跨不了过去 跨不了过去 那跨不了过去 那是没法算的 对不对 这座山 摊不到过去的 真的 座山无限高 那 摊不到过去 那就是 这个 辛苦度呢 基本上是没法算的 那我们给它一个无限 所以呢 我们又无限 然后 将它 扭一扭 就变了一条 可以走得到的路 那就辛苦一点的 那然后呢 就变了一条 轻松一点的路 那就平路了 那然后 下山呢 就最容易的 所以呢 这个slope就是负数了 这个是正数 这个是零 这个是负数 好 OK 那呢 再说一件事 那这个邪律呢 我之前说过就是 这个Y座标 和Mix座标 那 其实Y座标呢 这个Y座标 Y1-Y2 就是这个 我们勾一个直角三角形出来 就是 Y座标-X座标 那 sorry Y1-Y2 Y1-Y2 就是说 这个是 Y1 这个是Y2 就是说这一条 先 打直的这一条 那 X1-X2呢 就是说 打横的这一条 那 打直的那条 随意打横的那条 呢 就是这个邪律 啦 那 其实 你可以用这一条角来表达的哦 那如果大家学过这个三角函数的话呢 那这个邪律呢 M等于 Y1-Y2 over X1-X2 那刚好这个表达式呢 也是等于tanginβ 这个就是邪律的全部啦 那 下次会继续 用这个邪律去做其他东西的